这样今天股东答应了你很多事 会为企业做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又做不到 你都不可以炒股东 要赶他走也不可以 但是大家记得股钱只有100% so 你就会面对很大的挑战 so 我们看到 Weekyong do their learning Clarify shareholder responsibility during initial setup 谢谢Weekyong 谢谢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永远讲的 我们去请员工 我们是不是会设定他的岗位 设定他的责任 设定他的工作范围 对吧 如果这个员工做了三个月后 deliver不到他的task not up to他的standard 我们可以炒他 但是今天我们选择股东的过程的时候 如果今天人家只是拿钱来就可以做股东 今天想问大家股东可以炒吗 股东肯定是不可以炒 股东要用治理 我们不能管理股东 我们只能治理股东 管理股东 这样今天股东答应了你很多事 会为企业做这样 然后又做不到 你都不可以炒股东 要赶他走也不可以 但是大家记得股钱只有100% so 你就会面对很大的挑战 so 当你在融资的过程 当投资者发现 这年来其实有几个股东都不为公司付出 但是又控股了公司的股钱 这样投资者就会考虑一下 如果你要我投资你先解决这个股东 so 当这个股东知道你有投资者愿意要投资他 他还不开天价给你 还不落井下石跟你要求一个很大的股钱 跟你要求很大的费用 这样你就跟投资者讲 ok 这个股东愿意把他的股钱卖出来 但是这笔钱进来公司的时候 要拿去还给这个股东 这样你认为投资者会不会投资钱进来 让别的股东离场 在几个的市盈利的倍增过后 是不可能的 所以股钱的架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吗 ok